真言二十七章二十三节 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 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羊群牛群可以指的是我们所牧养的儿女 教会弟兄姐妹年轻人等等 详细知道原文是知道认识 这里的认识不是只是一般泛泛表面的认识 而是深入的经验性的认识 在《创世纪》四章一节里 讲到亚当和妻子同房 就是用这个字 并且原文连续用了两次的知道 表明特别强调很重要的意思 留心料理原文是把心放在 把心安置的意思 所以这一节是要我们深入的 专注的去认识羊群的景况